不好意思啊 我们休息了 又见面了 程先生 又一个敢靠近我们老大的女儿猪下来啊 你们说她能坚持多久 三天 我觉得最起码五天 宁可 你觉得呢 无聊 一个月吧 现在可以采访您了吧 程先生 这万年的冰山可不好画啊 快撤死你 快撤死你 走 有什么问题 说吧 我先重新自我介绍一下啊 我叫江思涵 是玉姐公司的美食博主 会吃的小芋头 开始吧 第一个问题啊 你是因为一个什么样的契机 做出来月下姑娘这款甜品的呢 保密 没事 第二个 第二个问题 甜品对你来说 有什么不一样的意义吗 没有 是这样的 如果你是因为评分表的事情生气了 我可以给你道歉 跟踪你是我的不对 但是 这个 宣传采访 对你们试来说 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是不是 配合一下 你想啊 那个以我这个百万UP主的 这个粉丝的这影响力 那到时候对你们这个试来说 那是多大的一个好处啊 那你们试之后 没有最慌就更慌 更慌 你叫会吃的小什么 小芋头 开啥 不要在乎这些细节嘛 我现在虽然 那只有十多万粉丝 那我以后就是百万博主了呀 以后的百万博主对你的宣传 也是有非常大的作用的 是不是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好 一个带着玫瑰香气的故事 就在一年前 在我人生中最迷茫的时刻 遇到了一个手拿玫瑰的姑娘 她喝了很多酒 很伤心 班长 她想跟她心爱的人告白 她认错人了 对我说了很多勇敢的话 也给了我重新灭对生活的勇气 独家揭晓 网红甜品月下姑娘的前世今生 搞定 不过 这个故事怎么感觉这么耳熟了呢 玫瑰花 跟我的告白很像呀 不过 别人有多甜 就有多惨 你 Technic Integr的训练 这还可以 你怎么来了 有你的地方自然耍不来我 对了 今天叫我们过来什么事 你确定我叫来的是 你们 行了 说正事 四汗 你那篇文章反响不错 小芋头的账号 也因为这篇文章 涨粉涨到了十五万 连带着瘦 这两天的生意也不错 现在有一家公司 就因为你账号的影响力 找到我们公司想要聊合作 我觉得趁着热度不错 你可以多更新几篇文章 加大一下你账号的影响力 今天叫你们来呢 就是想跟你们商量一下 我们后续应该怎么推进 我这边确实收到一些 粉丝的私信 不过他们都是想 深挖一下这个故事 沉默 你这个故事 还有后续吗 没有 没事 我还有计划B 就是 我可以去这个姑娘 当时告白的那个原地址 找一找 然后还原一些细节 给粉丝们 小法不错 沉默 嗯 你必须支持啊 你们谁要是挡我的财路呢 都是知道后果的 所以你这个故事的场景 是在哪里啊 青山渔村 不过你去了 别后悔 青山渔村我熟啊 我毕竟旅行就是在那呢 明天一大早 我就坐最早的巴士冲过去 放心吧 沉默 谢谢大家